你籃球 你的球技跟周杰倫 誰好 如果以親情方面來講的話 是哥哥好 親情 你說籃球場上的親情的部分嗎 對 就是 誰比較容易得分 因為 大部分人都會送球給他嗎 因為他是大哥 送球給他 你也會嗎 我當然會 因為我的打法就是 周杰倫聽到這一段 不會火到 我的打法就是控制 所以周杰倫並不是本身會打 而是別人一直送球給他 送球給他 他就只好投了是不是 但是你給任何人球 他不見得能夠進 周董他是可以進的 那他可以憑自己的力量拿到球嗎 還是一定要別人送給他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你想把周杰倫 進到什麼程度 不是要看他那天脊椎狀況怎麼樣 我真慘了 對 敬騰兄我有問題 就是 就算你送球給傑倫 然後他要投籃 你們也不攔阻他嗎 不敢攔阻 因為只要跟他打球 你就會覺得這是一個秀 你就會讓他表現 那就不好玩啦 就沒有競爭感啦 不是每個人耍帥都帥嗎 對 那他一定有這個表現 他能夠耍得起來 對 那你會偶爾想說 這一場也不要只有他一個人帥 你也帥一下 我肯定是埋目不住的 你自己也會閃耀的 沙灘中的金塊 就埋不住 你會自己發光對不對 哈哈哈 你也是蠻有自信的 既然用說埋目不住這四個 所以你的球是自己拼來的 不是別人送給你的 都會還是會 還是有人送球給你 我自己會去搶球啊 那他們也會送球給我啊 誰送球給你啊 就是備份比你第一的人嗎 杰倫哥也會送球給我啊 禮尚往來 不是 當他被綁走 被綁走的時候 他沒辦法出手 他還是要 PASS出來啊 你把男明星打球 講得很窝囊欸 就是大家互相送來送去 好像送禮物 過年送禮物一樣 欸這給你這給你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覺得我們剛剛這段訪問 會讓我們下次很難面對周杰倫 那怎麼辦